线条刻画出细腻的纹路像是风吹拂 还有长出眼睛的台湾原生种百合花 艺术家一旦保法隆以逆人画的自然意象 皆有画作要与不同文化种族相遇 台湾的原生百合做主要的图层 然后逆人画让它有眼睛可以凝视我们 那除了我逆人画它们之外 我也呈现了风的感觉 那我透过这个直接跟我互动的生态环境 创造一个我认为可以在世界艺术上 可以相依的情境 这是在台北101一郎举行的南岛艺术家特展 总共邀请五位原住民艺术家共同展览 艺术家透过画作来传递对自然生态的想法 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家里一大堆的水果跟蔬菜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买那么 一次买这么多水果跟蔬菜 他们说我们自己旁边种的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我们自己种的 部落有很多的土地的知识 跟大自然的知识 还有我们怎么样子懂得跟大自然的平衡 我们怎么样子跟它相处 我觉得这是很多现代人可以学习的 除了南岛艺术家特展 11月12号到15号在台北世贸衣馆 举办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也将会展示原住民艺术家们更多的创作 可以从每个作品当中了解部落的生活 历史文化与故事 就怎么在Lulu台北世采访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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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